大家好,今天是2月4号 全国都在防治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 人们大多数都呆在家里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早阳市的国际商城 咱们就通过这个无人机来看一看 街道上是什么情况,好吧 好,我们就开始起飞 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2月4号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是湖北省早阳市 距离新型冠状病毒88点武汉市有270多公里 本地已经有几十个确针的感染者 早阳市在这个不平凡的春节里 针对当前的疫情进行了有效组织和部署 打响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阻击战 以最大力量最大限度来防止防恐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下面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角来观察一下街道的情况 无人机从早阳国际商城的五号楼起飞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环路与树苑街交叉的十字路口 东环路是早阳连接汉石高速的主要道路 也是新升级的二三四国道 平时交通繁忙 现在几乎看不到行驶的车辆 沿着树苑街向西飞去 我们看到树苑街街道上都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 通往日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截然不同 显得非常冷清 树苑街两旁道路以及小区也很少看到行人 街道上的车辆不少 但都是停放在道路两边 没有行驶中的车子 从国际商场向通飞 这条公路是早阳通往留深圳的主要公路 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交通路的 平时的车流也很多 但是现在看到和刚才情况也是一样的 现在你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小区街道路口 巴黎社区工作人员在这里安排了人员守候 并用挖掘机和汽车把道路封住 对过往行人进行检查体温和登记 看得出来各个小区和单位的防治防控力度还是挺大的 再从早阳国际大游链 顺着东环路向汉城飞去 同样的路上既没有什么行人也没有什么车辆 这里是早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早阳最大的一所医院 我想应该是当地的官方指定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院 附近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和车辆 早阳的人可能都像我一样 除了值班防控疫情的 大概都在家里呆着 用自己的没有声响的悄然行动 支持当地政府的防控措施和政策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早阳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 这是早阳汉城影视基地 是著名导演张一卯的电影影的拍摄地 平时人很多 特别是周末那人就更多了 为了配合早阳市的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也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指令 关停一切遗落活动 不再接待游客 汉城广场上冷冷清清 看不到一个人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对我们的生产生活真的是影响很大 也可以说是对我国是一个巨大的综合考验 但是我相信在国家政府的有效防治防控下 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在我们这么多爱国爱家的百姓支持下 我相信这个阴霾很快就会过去 共和国的明天依然灿烂辉煌 感谢收看我的这个小视频 我会继续发布家乡早阳的疫情情况 欢迎观众 对我来说